我说这个粥好喝 他都对焦这个粥不对焦我了 他找到了今天的主角 车还不知道停的是不是个停车位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陈 今天我们去吃一家潮汕菜 在这呢 走过了差点 潮汕砂锅粥 坐在一个挨着楼梯的位置 我已经想好点了 坐好工具的位置 我的第一个菜已经上来了 就是这个 叉烧双冰 咱们来尝尝 这个是梅子酱 先尝一口这个原味的 甜甜的 感觉还有一点点小酒味 蘸点这个梅子酱 蘸点这个梅子酱会更偏酸一点 这个我拼的是烧鹅 这个我拼的是烧鹅 这个肉比叉烧感觉吃嫩 这个是送我的那个萝卜皮尝尝 很脆爽 感觉他们家菜量不大 这个是那个菠萝古老肉 今天就是特养吃这条菜 香甜多汁这个 开始炸过的里脂肉 这个好吃 洋葱 皮牙子 这个烧鹅比这个叉烧多了一份油脂的香味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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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 主要是刷到这个菜来的这家店 好在煎 等他凉凉再吃这个 我先把我的叉烧干掉 所以你再扣一下 这个 看我这一份叉烧盖饭制作完成 淋点汁 没拿家伙事 突然觉得配米饭 这个叉烧就老香了 这个萝卜皮就是欣赏解腻 看这个菠萝症特别多汁 我其实个人不是很爱喝粥 但是有一次我去广东 喝那个海鲜粥 我真的觉得老好喝了 所以来都来了 咱们就尝一尝 它这特色其实就是粥 但是我是为了这道菜而来的 这个有点像糖醋里脂 好香 咱们来尝尝这个 蛤蜊肉还挺大的 有点小咸 它这整体就是咸香味 里边还有能嚼到Q弹 蛤蜊肉 这应该还是鱿鱼吧 它还有一个配的是甜辣酱 尝尝 还是感觉这是单吃更好吃 这里边的蛤蜊肉还挺多的 你看这块 吃的还挺脆的 虽说咱们现在不能自由自在的出去玩 但是咱们可以寻找不同菜系 下期你们想看什么菜系 加一块儿菠萝尝尝 有披萨那味儿了哈 这面有点像 吃起来有点像鱼饼 有辣椒酱吗 有 有点辣 哦 没事儿 尝尝人家这个辣椒酱 闻着还行 还行 不知道为什么吃吃 有点那种炸带鱼 不知道你们吃没吃 有点炸带鱼的那个味儿 吃多了还是有点 主要是油炸的不是 谢谢 你小心烫啊 这个是啥粥来的 瑶柱虾蟹粥 哦 瑶柱虾蟹粥 里面的虾和螃蟹都是活的现象 很早很早之前去过广州喝过一回 就再也没喝过海鲜粥了 尝一尝 闻着挺鲜的 这个粥还真不错 这个粥真的挺好喝的 最后这一道点植了 真的是来每个餐馆 必点的一定是粥白菜 它里边还有那个小香芹 吃那个蟹黄 哇 这真的特别鲜美 这个虾壳我觉得可以吃 补干 喝了这个粥我就感觉 早知道就不吃那么多 好歹见了 不过庆幸的是 幸好我点了这个粥 要不然有一种白来的感觉 看它里边这个料真的还挺足的 看哪儿呢 拿这个螃蟹壳盛这个粥喝 它里边那个瑶柱也挺嫩的 这个粥真的 越喝也想喝 但是肚子不够地儿了 哇 好满足 吃不下了 这个粥真的老好喝了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期再见 拜拜